您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建厂多年的万大电厂 透过先前行脚节目的介绍 相信大家对它都已经有概率的认识了 今天带大家来走访由当年眷属宿舍改建 有着复古怀旧味道的老房子 以及当年为了让员工子女就学方便 台电在地建设的亲爱小学 哇,好漂亮哦 这有多久的历史了啊 这个哦,我们建厂的时候就有 应该43年的时候就有这个 那现在也有人住吗 现在我们已经改成那个出台宿舍了 早期我们的建属宿舍 我们建属都住在这里 对,它原来就是这样 我们只是做一些破调啦什么 做一些修复来 整个外貌都跟原来的一样 哇,好棒哦 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耶 对 哇,这边还有生态池耶 对啊,这个是我跟我太太挖的 真的吗 所以你也住在这边过了哦 对,我们第一次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电厂体量我们不要赶来赶去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整个如果有台湾灾害来 要整个应变比较容易 采集应变也比较容易 对对,还很不错 整个外貌都还是超复古怀旧 哦,好舒适哦 对 对 老师再见 同学再见 大家明天见再见 主任在学校有多久了 今年六十年 六十年了 六十周年了 对 我们学校原来是台电建的学校 真的吗 对 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台电因为电厂成立 他们为了照顾员工 所以成立一个员工指定学校 所以就等于他们的眷属之类的 最早是这样子 民国七十六年的时候 台电因为他们想说 他们主要是以发电为主 教育不是他们专业 所以就把学校交给县政府管理 了解 那现在学校有多少位学生 现在有四十位 四十位 对 那他们的 就是这里算是比较偏远的学校 对对对 他们的课业会不会跟不上 就是一般都市的海域 其实我们学校一直以来 晚上的时候其实变成说 我们课业的方面 也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加强 所以晚上他们还有课后辅导吗 有 其实这个部分因为考虑到老师 这样一整天下也蛮辛苦的 对 刚好台电这边很多员工 他们也很热心 所以你们的课后辅导是台电的员工来上的 对没错 是他们来上的 他们这样的义务来做 对 那也想说帮他们 看能不能从先政武海那边 争取一些那个金费 对 结果他们一直坚持说 他们要当义工 这么好 所以你们有很多义工老师 对 那你们是叫老师还是叫 我们都叫老师 都是叫老师 那每次的老师都一样吗 还是会一直坏 就是如果老师停下的话 都会叫两一个老师那个 真的 这样的好山好水 好人好事 在这个山谷中 有太多太多令人温暖的景象 万大电厂整合生态富裕 电力教育与地方观光资源 俨然成为游客到万大地区 必行的导览据点 好希望这里的小朋友们 都可以快点长大茁壮 让这里的一切能够永远延续 这里是台电影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看